前面那个Mark 13 它里面装的是全部都是 40枚的标准 1型的防空飞弹 另外我们成功级 在船的最上方 再加装了4枚的熊2 跟4枚的熊3 我们最次引进派里级巡防舰 那很多人其实抱持 不以为然的一个态度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派里级巡防舰 基本上是美军厨艺的船舰 而且我们海军 也已经当时跟美国买了 8艘的成功级舰 那这个成功级舰 其实就是跟派里舰 其实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 只是当时美国 采取的这个方式呢 是由出售船段 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南部 这个台船 以前叫中船 然后呢一段一段 把它这个由美国厂代 一开始由美国厂代来 监督组装 然后到后面大概两艘 其实第一艘半以后呢 这个厂代撤离 就由我们那个台船 全部把它负责组装起来 所以这个成功级 这个已经有了嘛 那你干嘛还要引进 美军的这个厨艺的派里呢 讲的听起来好像 其实还蛮成道理的 但是呢 美军原装进来的派里 跟我方的这个成功级 其实有不小的这个差异 很多观众朋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们这边来帮各位 这个整理一下 这个美军的派里 跟我们的这个八艘成功 其实有相当多不一样 首先呢 当然你说这个 以船的性能来讲 船的长度 这个跟弦宽 然后吃水深度 最高速度 航序距离 跟满载排水量来讲 大概差不多 但差别最大的在哪里 就在这个征搜系统 这个征搜系统 差异在哪边呢 我们知道 以美国海军的这个 派里级巡邦舰来讲 它呢是装了SQQ89 这个作战系统 而且它是完整一整套的 是怎么样呢 就它有SQS 那个56的这个舰体声纳 另外呢 还装了 其实这个最重要 这边有些 一个叫SQR19 被动那个拖曳声纳 在SQR19 这个拖曳声纳 装在哪里呢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边底下有一张照片 这个是从船尾方向 拍的这个美军的 派里级巡邦舰 你可以看到它旁边 有一个两个大的比较恐 那两个大的比较恐呢 是什么呢 它呢是一个 就是丢了一个 鱼雷诱饵的一个装置 那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船的左弦的后方 有一个好像看起来 有点像是一个出水孔 这样一个圆圆的洞 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船就在这边 它后面有一个圆圆的洞 那这个圆圆的洞呢 它里面其实就从里面 申放出一个SQR19的 那个拖曳阵列 那个听音阵列 然后这个东西 放到水里面以后呢 它会干嘛 它会把它拖到 这个船的后方 大概两三公里的地方 然后这个两三公里 等于说你船 拖着这个拖曳阵列 在水里面 一直在航行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说今天 你这个像成功舰来讲 它没有拖曳声纳 它呢 船体的SQS56这个声纳 那个一个中频的声纳 把声音拼出去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要再去听这个 声音 那个在水里面这个情况 因为你船声本身有主机啊 然后你船那个水 会划破海浪啊等等 它会有很多这个杂音 但如果说今天 你把它呢 拖在那个船的后方 远远的 两三公里远的这个后方 那这个时候 你船啊 那个受到的这个杂音啊 就是那个听音阵列本身 所受到杂音的影响 就会比较小 相对来说 而且你由船本身 你的这个主动声纳 拍发出去的这个声音之后呢 它如果你 那个后面 那个听音阵列 在船的尾巴后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也可以借由 我们讲到这个三角测量 就是你船体本身 接到那个声音 然后另外你那个拖曳声纳 也有听到声音 这时候你就很能够 精确地算出你的目标的位置 在哪里 那另外其实像武器的配备来讲 它当然也有一些小小差异 以美军来说 美军的这个派里级巡防舰 它有装有 那个Mk13的这个单倍发射壁 就是我们看到 船的这个前方的后面 它有一个那个发射的 这个发射 飞弹发射架 那这个美军来讲 它里面可以熔弹40枚 但是美军的装法呢 是8枚鱼叉板件飞弹 加上那个 32枚的这个标准 一型的防空飞弹 那我们呢 成功级 它前面那个Mk13 它里面装的是 全部都是40枚的标准 一型的防空飞弹 另外我们成功级 在船的这个最上方呢 再加装了 4枚的熊2 跟4枚的熊3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讲了 你干脆就把熊2跟熊3 通通再也装上去了 然后呢 你这个船本身就不要再买 美国的鱼叉飞弹 那其实我们有一点 就是说因为我们当初 装上这个熊2跟熊3呢 是因为我们有了 这个5系系统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这个 加装上去以后 其实并不是在美军原先 为派里级巡防舰 所规划的船体 以及它各种 整个配置上 所以呢 装了这个8枚飞弹以后呢 其实会让我们的 派里级巡防舰 也就是我们成功级巡防舰 重心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这个 成功级巡防舰 它常常出海回来以后呢 第一 它的这个船的 这个稳定意就要修 第二呢 就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一般的美军的 这个海军的 那个四级海况 就是那个四级浪的时候呢 它会摇的这个状况呢 我们的这个成功级上面 这个感觉 其实就会比较差 我们可能两级浪 或三级浪 就会摇到那个程度 因为我们的船 重心比较高嘛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说美军的这个船呢 我们刚刚讲 它装了一整套 完整的SQQ-89 也就是它是包含了 就是舰载的反潜直升机 然后拖翼声纳 以及舰体声纳等等 三位的 一体的 完整的 它形成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 反潜能力 它所要替换的 就是我们现在 海军的这个 纪洋级巡防舰 其实以我们目前 海军所拥有的 这个反潜设备来说 当然最好的应该是 那个纪德级驱逐舰 但纪德级驱逐舰上面 SQS-53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半套 然后面没有这个拖翼声纳 那美军的 那个当时的 史普鲁斯基 那个驱逐舰呢 它就是装了SQS-53 还有加上 我们刚刚讲SQR-19 这样一个拖翼声纳 它基本上是完全能够 针对前苏联时期的 所有的水下舰艇 进行一个精准猎杀的一个系统 那当然我们目前 由于那个 我们所兵力配置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 所有都能够搭配成一整套 那但是你看 如果今天有搭配了 那个我们那个 就是四艘 那个基隆级驱逐舰的 舰体声纳 在搭配上我们跟美军买的 派里级巡防舰的 被动拖翼声纳 其实经由这个 反潜电路的这个连线以后呢 我们还是能够获得 几乎跟美军当时 现在现役的 水下猎潜系统的 一整套装备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岸的海上的战力 就是共军的054A 这样子的巡防舰 目前是中共军力 这个最强的巡防舰 我要请教乐义兄的 就是说这个巡防舰 跟目前我们国军的 成功级巡防舰 有多少的差异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054A 不是054 它已经有很大的升级 那我们的巡防舰 大概有20艘 我们以成功级来说的话 双方的性能差别不是太大 但是最大的一个差别 我们要比较的是 它的主战装备 它的主战装备是什么呢 就是打击的系统跟打击的方式 它发射飞弹的这些方式 最重要就是垂发系统 就是垂直发射的系统 这是最主要的关键的差别 这边我大概跟大家 可以看一个手版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它有几个优势 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妥善率 是非常重要的 所有的装备 能不能发挥到效用 就是它的平常的妥善率 有多高 否则你再先进 妥善率不行 还是不够的 它的妥善率 因为它是相形的 是密封式的 不太再去强调 它的这个保养了 它都已经固定装好的了 不像我们的成功级 我们是单管单发 单被发射的这种发射系统 你要一直在动 要填弹 常常有很多的一些 操作上的磨损 这个东西 妥善率就会大幅的降低 你想想 发射一枚飞弹 它如果牵连的部位越多 故障率就越高 但是垂直发射 它牵连的都很少 它是固定密封的 你连进去都不能进去 所以它保养起来 非常的便捷 这是最重要的 我听一个成功级级舰长说 他说他们花大部分的时间 在维系 我们的导弹发射的 发射架 发射台的妥善率 费好多的时间 它一个发射架 涉及到上千个零件 你有一个零件坏掉了 可能就发生故障 不像垂发系统 它是密闭式的 是管状的 箱形状的 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发射的速度 这个垂发系统两秒钟一发 几乎同步发射 但是我们的成功级舰 它是单倍单广的 发完以后你还要填弹 这作业最快大概要十几秒 在战场上这十几秒差别差得很大 这是一个发射的速度 第三个是全方位 全方位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是垂直发射的话 没有死角 不像你单边发射 你有一定的倾角 你会有死角 这就是为什么 成功级舰在真正作战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拉到最大的速度 叫做战术 作战来战术是速度的速 为什么是战术 比平常还要再高 为什么 它就行从最大的速度 来采取什么 能够能够机动 能够机动转向性 弥补 它攻击的死角 所以这个垂直发射 它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最后就是通用性 垂直发射系统 它可以防空 反舰 也可以反潜 都在一个动用的发射架上 那像成功级舰 它就不行了 一般的这个旋方舰 它都是分开的 一分开 中间就有鞋铜的问题 一有鞋铜 牵连就多 问题就会比较多 所以也就是说 垂发系统 是整个水面舰 打击载台的一个 非常大的要劲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去年六月 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不是有八项美台军售吗 有一项是商售 就是买MK41垂发系统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海军 下一代海军的一个 主要的主代装备 所以中间的差别在这里